各位麦子学友的网友大家好 那这一节我们学习导航桥的这个样式 导航桥和导航的区别只是导航桥有一个背景 我们看起来更明显一些 好导航桥呢我们学看 先看基础导航桥 好我们新建一个Web项目 CH15 复制一下14相关的这个CSS加Script这些内容 Ctrl C 好那我们把底下这个学乡卡 这个先取掉 这来写 所以我们导入了我们CSS 导入了加Script 也有我们的这个Viewport 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 在container上面做 nav html5给的标签 class navbar navbar default 它有两个样式 一个是default 一个是reverse 好那我们先预览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就没任何东西了 那导航桥里边呢 我们应该再出现什么呢 这个导航 div class navbar 嗯 navbar navbar hander 导航桥有个比较醒目的头 ahref 警号 比如说叫 导航 a标签 我们加一个这样的样式 class navbar brand 就是导航桥的一个很醒目的一个标题 好我们再运行看一下效果 导航桥默认是跃脚有一个什么呢 背景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导航给它一个这个东西 urli 给下container这下就不要了 上节做了 好删除 好运行看一下 那这个导航基本上就出现了 但是这个选项卡我们在导航上不太好使 不太好 好用 那这地方我们不用navtaps 这地方给个nav navbarnav 加这样一个样式 navbarnav 在urli上加一个navbarnav 好我们再运行看一下效果 来 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导航 这个呢是active 这个是disable 这是我们基础的这个什么呢 基础导航的这个用法 要注意细节是 首先我们在nav标签里边给一个navbar和navbardefault 给个样式 然后呢一般在导航上给个navhander 就是这个导航的这个投信息 navbrand 那这个导航呢就比较醒目一些 注意看 比较醒目一些 相当于给导航取了个名字 当然不取名字也行 好这是我们基础导航 那我在这举个h1 我们叫基础导航 好那么再做一个 那么再看导航中加入我们的表单 少了一个字 导航中加入表单 看怎么在导航中加入表单 那我把上面这个导航呢 ctrl c复制一下 那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加一个form action就不用了 直接form 一般我们在form里面给个div form group class form group 那form group里边我们给个input type text 好就行了 那导航里边当然我们还有个按钮 button type button 那比如说我们叫注册搜索 搜索 好 我不给样式 我们看一下什么样子 不给样式是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在form里边加一个样式叫class 叫navbar form 他专门订了一个导航栏里边的什么呢form 那我们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刷新一下 首先呢他们水平排列了 水平排列了 那对于这个文本框呢 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个classform control 那我们看加上form control以后变成什么样子 变成圆角 就对这个文本框有样式 对按钮呢 我们对按钮做样式 这个我们学按钮学过 classbtn btn 比如说dinger dinger的话是红颜色的 好刷新一下 这是我们在导航圈上切入这个表单 那切入表单以后 我们也可以决定把这个表单移到右边去 看怎么来移 把表单移到右边去 我们在这加一个navbarright或者left 就是把它跑在navbar的左边还是右边 好运行看下效果 这样的话这个表单就跑在什么呢 导航的这个右边的 那你想右边还有一点间距的话 你可以给他加一个行动样式 sqrt的这个表单 好再运行看下效果 这样的话表单上就出现了这个导航上出现了我们的这个表单 至少我们在导航上加入这个表单 导航中加表单 加表单 那么再看导航中加文本列阶和按钮 文本列阶按钮 好那我把上面这个导航复制一下 Ctrl C Ctrl V 那这个form我就不需要了 先加个文本 文本的话我给一个P标签 或者列宝标签 P标签 文本 列阶的话我们用A HREF 列阶 按钮的话 Btn Button Tap Button 好看一下默认 在表导航里边默认给了这个文本 列阶和按钮 看它是长什么样子 好用行一下 按钮都没有 我忘了给文字 按钮 好运行一下 也没有 也没有Float Left 那我们现在给它们加一下样式 在文本上我们加一个class navbar text 是文本 在列阶上我们加一个 nav class navbar link 那按钮上我们加一个class btn default我们也可以加一个什么呢 navbar btn好运行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我们是在导航上出现文本 文本 列阶 列阶注意 书标一上有效果 列阶 然后按钮 导航上如果我们要出现文本列阶按钮的时候 我们记住这几种格式 这几种样式啊 navbar text navbar link 还有 navbar什么呢 btn好这是导航桥我们常用到的几种样式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顶部固定的导航桥 看顶部固定的导航桥 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Ctrl C 那这写一个顶部固定 顶部固定 顶部固定和底部固定 那顶部固定的话我们只需要在navbar里边加一个nav navbar fixedtop或者fixedbottle 那注意看这个 这是基础导航 然后是导航中的表单 然后是文本按钮 好刷新一次 主要我底下这个顶部固定的这个导航跑到最顶部了 然后把我们这个基础导航这给覆盖掉了 所以说你一旦设了导航桥fixedtop 他就跑在页面的最顶上 但是把页面最顶部的东西给他什么呢 覆盖掉 那这话我们最好再加一个样式 style 你设置顶以后就把你页面本身的内容给覆盖掉了 那么可以设一个body paddingtop 70px 默认导航桥系统给的这个高度是50像素 注意 我设body的paddingtop是70像素 从这到这这个像素 这样的话 这是我们文本 这个我们文道的内容 这是我们导航桥 好 这是我们据顶啊 那还有一个样式叫nvbar static tops 那我们这个导航桥呢 默认 它是个圆角 这不知道大家能看出来吧 默认是个圆角 注意 默认是个圆角 我们需要让它出现方角 占满整个全屏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这样的样式 比如说复制下第一个吧 基础导航 放到这来 我叫全屏方角 全屏方角导航 你要全屏的方角导航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将个na navbar static top 这样它变成什么呢 方角 变成方角 占满什么呢 全屏 这是全屏方角导航的用法 那我们再看 还有一个叫 反色导航桥 那反色导航桥的话 这个也比较简单 那我把第一个给大家改一下 就是 或者这个吧 反色导航桥 我就不用这个样式 用一个navbar reverse inverse 好 那导航桥就会变成黑色 就另外一种 就是导航呢 这个boss 帮我们定义了两种导航的这个样式 一种是这种样式 一种是这种 一种是default 一种是什么呢 inverse 这就是我们inverse的这个样式 好 导航桥基本的用法就这么多 那我们最后再看什么呢 嗯 再看响应式的这个导航桥 这忘了写啊 还有响应式的导航桥 响应式导航 响应式导航桥 什么叫响应式导航桥呢 先给大家看个例子 boots css 找到这个文档 我们找起步 起步里边给你了很多的这个效果 那我们随便找一个 找第一个 注意看什么叫响应式导航桥 这是一个导航桥 注意看 当我屏幕最小化 往小于768像素的时候 导航桥不见了 这地方有个按钮点下按钮i出现导航桥 那这呢 根据屏幕的大小 屏幕变大的时候 这个按钮就不见了 隐藏掉了 这是我们响应式导航桥 好 那么看响应式导航桥怎么来做的 那我先做一个 先做一个导航吧 把demo01 control c复制一下 control v 我叫什么呢 demo02 那我们先做一个基础的这个导航桥出来 把基础导航上做成响应式导航 看怎么来实现啊 那它的样式呢是 navbar inverse 好运行看一下demo2的效果 这是demo2 control s 好 因为我body设了一个padding in top70px 所以把这个70px那就删掉了 这样它就置顶了 这个是这个导航桥 但你屏幕变小 注意 你小于768像素的时候 数值排列 这个并没有隐藏掉 我们需要把它隐藏掉 看怎么来做 那首先呢 我们在 首先我们在这个 dnv里边加个 n 哦 在这个nvbar里边加个nv的handle handle里边我们加个按钮 不加 不加这个事情 加个按钮吧 button 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的时候把它关掉 重打开一次 button tap button 然后button的样式 navtoggle navbar navbar toggle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按钮的出现不出现 根据你屏幕的分辨率来决定的 那随便给个hh 用心看一下效果 注意 这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这有个按钮 这字hh看不清楚 这有个按钮 数值以上 注意到 这有个按钮 变大的时候 按钮不见了 按钮不见了 所以这个样式做什么事情呢 是根据屏幕分辨率的大小来出现这个按钮 那么再加一个样式再加个data togo 那这个呢 我们再讲到 gioscript时候会给大家再做个介绍 他那是决定这个容器是否出现 现在写上呢 没有太大关系 好 那我们加一个 我看看 n1bar这地方 以后最好加个ru 导航的话就不用给了 用其他标志 用div的话 比如这边你用div的话 最好给个ru 就是角色 好 好 那么再给一个data 回车一下 再给一个我想想给一个data target 按钮的文本呢 写不给了 在按钮里边呢 我们要给一个图标 spy class sronly sronly写下给大家讲过 togo navigation navigation togo navigation 再加一个spy spy 这给个class sronly sronlybar 给几个图标 按钮上没有给文本 这是给几个图标 三个图标 好运行看一下 先看按钮的改变 屏幕变小 注意 屏幕变小于768的时候 按钮出现 但是现在点按钮还没有起作用 那么在底下还得加一下样式 再问unr2里边 unr2里边 我们在这加一个div div把这个unr2扩起来 control x 就是当屏幕小于768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这个unr 这个东西隐藏掉 隐藏掉 那怎么隐藏呢 给它加一些样式 这个样式就是 根据768像素 把这个东西隐藏掉 navbar 把它也加上 navbar 再加一个response nr1 barr1 cpon sive r a pse 这个没有帮助 好 然后我们再用心看一下效果 注意这样的话 屏幕小于768 有没有菜单了 当屏幕大于 屏幕很宽的时候 这个按钮不显示 当屏幕小于768像素的时候 前代相隐藏了 我们点它 出现我们的导航 点它隐藏掉 什么意思呢 这边核心两个css 一个css这个按钮上的 这个navbar toggle 也就是这个呢 做了这个 做了这个屏幕分别的 这个计算 也就是当小于768像素的时候 系统会出现这个按钮 大于768像素的时候 不出现按钮 那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 和这个地方得关联啊 就是 你查一下原代码 这个东西是也是 小于768像素的时候 隐藏掉这个容器 是把这个容器隐藏掉 关键就这两个样式 那这个呢 还比较麻烦 大家如果记不住 这种效果的时候 怎么办呢 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 上这个网站 上这个boosts boostdrop的中文文档 这个网站 然后咱们找起步 起步里边是不是有我们这个 这个效果 这有个导航 直接点这个导航 点原代码 直接把它这个导航 这一块 复制过来 就完事了 复制过来就完事了 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所以把这个结构复制过来 自己改 所以教大家个简便的方法 那这一节的任务 就是大家把这个导航 照着完全做出来 这是一个 NV的hander 这里边呢 是导航annual 这个呢是active 大家照着把这个效果做出来 好 这是这一节的这个任务 这一节也就是讲了 导航桥的这个用法 好 这节讲到这 谢谢大家